关于九宫樊城不下 正在交集之时 有探子传来东吴消息 关于一向轻视书生 眼看吕蒙病重 东吴大多度有一个乳秀未干的书生解体 关于彻底消除戒心 让关平回荆州再调一万金兵 围攻樊城 至此荆州城中只剩下五千兵马 而此时吕蒙已经偷偷展开行动 他派遣荆壮士兵趁夜渡江 先解决掉岩浆烽火台的哨兵 然后自己率领大军 将所有战船都伪装成商船 把士兵扮成普通商人 又让金兵躲在船舱里避过关于哨兵 一举偷袭成功 这正是历史上吕蒙白衣渡江的故事 这里的白衣指的不是白色衣服 而是身着便服 未穿假皱的意思 再说关于围攻樊城已经有两月有余 曹仁却始终坚守不出 一心等待曹操的援军 这日曹操收到孙权书信 知道吕蒙已经率兵攻取金州 曹操心知战机到了 命令徐晃带着自己最精锐的12万兵马迎战关于 徐晃奉命离去 关于的金州军虽然强悍 但曹操拨给徐晃的也都是步兵精锐 里面甚至包括了他自己的御领军 徐晃率领士兵攻打关于大寨 金州军拼死抵抗 曹军几次冲击都被打退 徐晃心中发狠直接身先士卒 提刀上阵带头冲锋 曹军士气大震 个个不畏生死勇猛杀敌 再加上樊城的曹仁也率兵出战 两面夹击之下 关于东寨被迫 此时的关于还在帐中和马良下棋 接到东寨失守的消息 关于心中不服 他认为自己调教出来的金州军天下无敌 不可能会败给曹操 认定是守官将领的责任 想将其军阀从事 幸好被马良拦下 关于绕过守官将领 命令关平出战 率兵重夺东寨 关平领命刚要离去 又有士兵来报 曹军攻进东寨后转向北寨 沿途还在大喊金州 已被吕蒙攻下 让他们快快投降 关于听后大惊失色 眼珠转动几下后 却又平静下来 他认为这是曹操的攻心之计 金州不可能会失守 命令众人继续作战 众人领命离去后 关于在帐中却陷入沉思 此刻的他 心中已有不祥预感 吕蒙率军一路前行 富士人和弥方望风而降 金州只有五千守兵 根本不是吕蒙的对手 吕蒙不费吹灰之力 便攻下金州 在金州插上东吴旗帜后 吕蒙在城门口摆下香炉 祭奠周瑜的在天之灵 正在感慨之际 有士兵来报 陆迅领兵前来 让他原地驻守金州 不可追杀关于 吕蒙回头一看 陆迅大军已经尽在咫尺 吕蒙当机立断 下令关闭金州东城门 等半个时辰后 再放陆迅进城 同时让贾华带领一万金兵 随他追杀关于 吕蒙立下誓言 必要让关于为自己的傲慢 付出代价 关于率兵被曹军困在寨中 曹操派人在外面大喊 金州已失 让关于快快投降 马良听得心急如焚 担心荆州真的失守 关于却稳如排斥 表示这是曹操的惯用伎俩 就是想打击他们的军心 让马良稍安勿躁 两人交谈间 关平和周苍满脸惊慌地 冲进仗中 关平告诉关于 刚刚收到荆州败兵的消息 荆州真的丢了 关于出听还不相信 他知道南郡的富士人 和弥方手下 各有一万金兵 如果援救荆州的话 荆州不可能会丢得如此之快 关平回报说 弥方和富士人 因为上子之事 耿耿于怀 已经率兵归降东吴 关于听后怒火攻心 剑伤不发 晕倒过去 清醒之后 关于带领众人出仗迎敌 刚好碰上徐晃 关于信心满满 单手持刀而立 自觉只用单手 也能打败徐晃 不料 二人交手只一回合 关于力气使不上来 竟被徐晃一刀打退 落于烈士 徐晃正要乘势斩杀关于 却被关平和周仓 拼死挡住 马良带着关于急忙撤退 徐晃不让关于逃脱 刚要派曹璋截杀关于 却收到曹操军令 让他们对关于残军 只追不杀 更不能杀死关于 徐晃对曹操唯命是从 决定放过关于 谁知曹璋立功兴切 想要斩杀关于 名震天下 不顾徐晃劝阻 一心要追杀关于 二人争执间 曹操率兵赶到 当众将曹璋责骂一番 接着语重心长地告诉曹璋 此时杀掉关于 必定会引来刘备的复仇大军 比起自己杀关于 把他留给东吴 是更好的选择 曹璋听后恍然大悟 曹操让他大张旗鼓地追击关于 但不能靠近关于 百步之内 曹璋领命离去 这个情景似曾相识 正是曹操拜逃华戎道时 诸葛亮采用的办法 可惜当时曹操遇到的是关于 而今天关于 遇到的却是吕蒙 关于率兵逃亡 一夜之间 须发皆白 竟似一个垂木老者 再不负昔日之勇 周仓和关平杀退敌军 与关于会合 但马良却被曹军冲散 不知所踪 此时关于身边 只剩一千残军 周仓建议关于 先退往上庸再做打算 谁知关于宁死不退 还想重夺荆州 刚好迎面碰上一队败兵 他们都是廖化手下 关于忙问廖化何在 士兵禀报关于 廖化赶往上庸 请求刘凤梦达发兵相助 不料刘凤梦达认为 关于大势已去 不肯发兵救援 还将廖化乱棍打出 士兵们趁乱逃走 廖化却下落不明 生死未卜 关于听后如遭雷击 心中怒火汹涌 当场剑伤蹦裂 栽于马下 周仓等人急忙护着关于 撤往麦城 麦城本是一座小城 里面没有兵马粮草 关于率领残兵 在麦城等至天黑 城外却突然传来 战马私民之声 正是吕蒙率兵赶到 已将麦城团团包围 关平建议关于骑马先走 以赤兔马的速度 定然能帮关于脱险 关于却直言 自己若想撤退 昨天就已经去了上拥 当下命令士兵 开城迎战 一番死战后 趁着吕蒙大军位置 关于率兵冲出重围 此时身边只剩下12计 关于带着他们继续往南逃亡 但关于自樊城撤退后 已经狂奔三天三夜 早已是人匹马伐 在一处树林歇息时 被吕蒙大军追上 关平周苍死战不退 力保关于 最终被乱兵所杀 死不瞑目 在他们的心中 能跟关于征战沙场 已经不枉此身 哪怕关于被万人所弃 他们仍是关于 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甚至以命相报 遥想当年周苍出使关于 便决定为其牵马扛刀 追随一生 一切都恍如梦境 关平周苍战死后 关于被万军包围 他指刀端坐于树下 周围士兵被关于弃势所射 一时竟不敢上前围攻 关于面前千军万马 面不改色 最后一次整理自己 引以为傲的眉染 随后拔剑自吻 一代英雄就自落幕 终年58岁 关于终究为自己的傲慢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关于死后 东吴士兵仍然畏惧 关于威名不敢上前 吕蒙却一心只想为周虞报仇 直接拔剑砍下关于头颅 等陆逊追来时 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陆逊终究是晚来一步 吕蒙实现周虞遗愿 仰天狂笑 却不知他逼死关于 已经为江东惹下大祸 关于一死 天下局势再变 孙流联盟彻底破裂 一场复仇之战 即将开始